随着气温逐渐转暖,4月30日,中俄借江黑龙江呼马段迎来春季流冰期,气势磅礴,景色壮观,形成了黑龙江上游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个个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冰牌,像冰晶,像甲山,像冰川,互相撞击,顺江而下,景象壮观。 据了解,流冰期是介于浇面风冻期和冰水期之间的过渡状态,持续约几天时间,比较短暂,江水由冰冻转为解冻的状态,会形成壮阔的跑冰牌景观。 黑龙江省大仙岭地区呼马县,拥有371公里紧临借江的边境线,航道曲折,江面不规则,使得开江跑冰牌,在这里会形成或急或缓,或快或慢的节奏,成为呼马县一年一度的独特景观。 觉得这个画面真的是太壮观,太震撼了,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太神奇了,冰就像一片片的云朵在江面上游走一样,我简直是太喜欢了。 虹马开江是一道最靓丽的风景,我和我的摄影朋友们每天都在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我们要把这美好的景色记录下来,今年在这疫情期间,外地的朋友来不了, 我们要把这美好的景色传递给他们,叫他们也来欣赏呼马的美景。 每年一道春季流冰季,呼马县便会吸引中外游客分治前往,在观赏开江美景的同时,还可以参与开江主题文化周的系列活动。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呼马县创新活动形式,以南有前塘观潮北有呼马开江之直播开江念想呼马为主题, 通过网络开展了第七届开江主题文化周直播活动,在线介绍中俄编程大介江、大冰雪、大森林、原生态美景的独特景观。 为了巩固开江主题文化周的影响力、传播力,我们也创新了活动的形式,以直播的方式展示开江活动,同时将结合现域经济的发展实际, 将一些现域发展的中心工作和重点产业项目融入到直播开江的活动当中, 力求用精品直播节目提升宣传效果,打响呼马品牌,从而带动经济社会全面振兴与发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